立法院本會期的第一次臨時會 今天在吵鬧聲中草草落幕 連監院人士都沒有通過 也因為監委任期呢 這個月底就要屆滿 為了避免開天窗 國民黨團決定 最晚將在7月28號再開臨時會 而第一個案子呢 就是行使監委人士同一權 但會不會再排進其他重大法案 目前還沒有定案 監院人士遭到在野黨Bagger 無法在這次臨時會順利通過 眼看監委任期7月底就要屆滿 藍營擔心監察院開天窗 決定最晚在7月28號 要召開第二次臨時會 可能還會再提前幾天的時間 時間我們會再研究一下 7月28號到8月8號 我們兩個禮拜開第二次臨時會 第二次臨時會還沒過怎麼辦 我們就開第三次臨時會 我們就開第四次臨時會 他們要開10次 20次 30次 50次 我想這是國民黨的權利 那我們在野黨就是見招拆招 藍營打算將監委的人士同意權 列為第一優先 不過其他像是自由經濟示範區 服貿等重大法案就還有變數 我們會列入各種的考量 但是目前並沒有定案 兵來降黨水來吐煙 國民黨他們一樣的要把這些國家 重大的法案透過臨時會的方式來處理 這個才叫真的違法亂計 國民黨態度保留 不敢把話說死 召開第二次臨時會已成定局 一場藍綠之間的義式攻防戰又將再次上演 右鍵TV來尾聲音之鋼 台北報導